《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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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安静了 今天咱看这个是第993场 话语是一定 那个是《猪犬流浪记》 那么咱们也不多说了 下面就请饭饪师发言电影《终选流浪记》 请大家欢迎 他凝重的目光 注视着大部队在炮火中冲桥过江 身后是牺牲战友的灿烂笑容 片名《绝地先锋》 黑起1935年大渡河流域 画面两侧是巨大的高山 中间峡谷一条激流游远而近 05年是正式挂牌子开始讲的 这个群体他走不出家门 靠着一根盲障探索着往外走 还不断地碰到一些障碍 然而他想参加社会那是多么艰难 所以我们就是想创造这么一个环境 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服务 看看你把这窝弄的这个味儿啊 这小狗都是给我赏妹妹 一会儿抱这个一会儿抱那个 这样他在家也能够寂寞 不会说话 听不见你说什么 从小我们在一起成长的时候 我们就受歧视 你一辈子都会有一种想法 替他们说话替他们出头 你好不容易找着一次机会了 你不会不做的 我们见到盲人和残疾人的这种现状啊 实际上是我们社会文明的一个体现 我们在2008年讲这个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 我才知道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健全人的奥运会 不是残奥会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样我们内心并不是残障的 而现在我知道他们是希望把自己作为一个人 而不是残疾人 但是我们的社会 由于那种初期的爱心是用腐蚀的去关爱的 实际上这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 哎呀就是没有时间顾他 他上中学的时候 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就做这个 所以经常不管他 给他放在家里边养个小狗 买个电脑 他就这样自己折腾 所以自己的孩子都是忽略的 作为父母来讲 我们是对孩子是有亏欠的 我们不能把资源用在孩子的培养上 只能让他跟着我们受苦 考上大学也不能去 因为钱扔在这里边 甚至于房子 我们这个搬迁的费 扔进去 到时候我们办公的房费不够了 我们把车甚至也卖掉 去填补它 这是玩呗 原来这小子瘦了 肚子也下来了 对 好 金人头要有点了 老北京就要买 但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呢 还行吧 不过您的表面看着可以 那内脏里面都还差点事 对 还行啊 装了别的东西了 比较烫 上什么班 在我们家里面 你这个干嘛 能喂 能长 不想扛个忙 一个也不辣 好多长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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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长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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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上好 先跟大家聊聊天 有的时候不来 不来还想大伙 是吧 来了今天好 我就跟着谁说 咱身体好多看几场电影 是吧 对 我身体好多给大家讲几场电影 是不是 对 对 对 一天再一再一再 一天再一再 那今天不跟大家多废话了 跟大家问个好 一会咱们集中经理看电影 是今天那个讲述人一看 就紧张 你这给说话 你这你得把你的经历放在 怎么把你看到东西告诉他们 你就没工夫紧张 实际上你表达的是 是导演的意义 所有的音效 所有的场景 所有的镜头的调度 全都是你安排的 镜头缓缓的 怎么就离动了 画面一个特写 是什么什么特写 你要把电影的语言的特点 要说出来 你在进入这个的时候 你讲的是电影 而不是故事 然后叮当这个时候 还是爬在车窗往外看 一直在往外看 车子一直往前开 画面转 到了码头 车子渐渐停了下来 忙人朋友不需要故事 他的故事比我们还多 他们需要的是用视觉 去了解我们的文化产品 去了解社会的常态 去认知和认同 成为一个社会人 我们的志愿者 在培训的过程当中 都必须经历 第一课就是 假如给我三天黑暗 哪怕是一个小时 你也会知道 在没有视觉的状态下 你所听到的东西 你对听力的这种关注 和你对想看到周围事物 那种期盼 你会知道 信息是多么的重要 而现实又是多么的不平等 歌曲甜蜜蜜 歌曲甜蜜蜜 我从2020年的11月份 开始看电影 通过电影 增长知识 我原来欠缺的知识太多了 我没啥 北京哪也都不怎么认识 楼都不怎么出 我想去的地方就是动物园 因为我从小没去过动物园 我只是听广播网络 我就是想 比如听听到那听听 真是狼怎么叫 生日车 百分之情 天然 戴画 百分之十 八分之十 俄境 人生 童话 人生 数学 我现在在动物园 在熊猫馆这儿呢 这个玻璃里边就是熊猫 给我讲 没有 他给我讲 哪有讲解缘呢 真熊猫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个尾巴 也是圆圆的毛绸容的就在这儿 然后这个身体下来 这个是它的后骨 如果身体条件这些都允许的话 您有什么一定会去做的事情 我想回报社会 可是我回报什么我也想不起来了 你突然间就问 我写了 老虎皮啥样子 告诉你 软的 软的 上面是什么形状 什么颜色 什么图案 知道吧 上面就是 斑纹 什么颜色 黑色 纹是黑色还是皮是黑色 纹是黑色的 纹是黑色的 纹里是黑色的 那皮是什么颜色 皮是黄的 你怎么知道 你咋知道 人家做梦了呀 你咋知道 这个 老虎的 是谁告诉过你老虎的皮毛的颜色吗 我说他还真说 听上海联听的 怪不得 我还以为你应该给我个惊喜 好 可以洗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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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个猫吗 可以吗 嗯 可以吗 你应该填我吗 不行 我还给你搁一下 我脚上还吃你脚窝的渣子 行了 你这就细致的多晚了 没有 还有你的背 没干什么呢 你拿着个棍儿过来 我给你敲敲 不要 把单纸 把单纸皮鞋 我给你弄完了 把生辞给你 给你折一遍 好吧 我现在不想去 嗯 那你想干啥 我想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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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加四十個 他发现了他的工作很无聊 对 他说他会晚三十分钟 他说他会在三分钟的时间 孤独 我在学校感觉特别孤独 可能就是在学校 它那个环境也不太适合 一开始上学之前特别开朗 上两年学以后就是不说话了 我俩的意思就是 因为每个孩子都有个体差异 肯定要会个别化教育 不可能就是所有的帮孩子都要 充满一下出来 你就都用去按摩一下吧 都用去钢琴调律一下吧 那孩子的自己本身的天性 肯定就让给磨灭没了 打个比方啊 就咱俩在家 我忽然晕倒了 你要怎么办 就救护车呗 看我晕倒了 把你高兴的 需要几台救护车 我就我一个人晕倒了 我需要坐几台救护车 还是可以吗 嗯 要靠白了 不要 哎呀不照 哎 找不到地方 五岁的时候 我去 我在那看电影 带了许多 世界的色彩 你要什么事啊 我拿红色 为什么说 电影的讲述的过程 它是一个双向回归的平台 盲人朋友给了我们一个黑暗 掌中的视角 重新让我们在这个视角去认识我们的视觉 就像我们讨论新明的画 它哪知道画的价值 它哪知道什么叫好 而当我们想着去让这幅画创造更大价值的时候 我们就被价值限制 你只有回到黑暗当中重新去思考 声音和视觉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 什么是真实的 我们到底明眼人 我们应该思考什么 我们应该呈现什么 这种思考让我们觉得 哎呀 我们太学了 要回归了 但谁会这么想 你爱回归不回归 你怎么不回归到 所以这就是一个 有的时候是非常对立的 这个过程 需要什么 需要我们的社会 需要媒体 需要教育的 重新思考 这就是双向回归的意义 你要尽快和叮当建立好清客关系 要不然会影响到你做了搜救任务 明白了吗 要不然会影响到你做了 好 回到后社 我听到了 我知道你想有气 想归想 可是你别不理我呀 是不是 那凌风何为唇这个表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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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